不知不觉间,大S和聚军夜已经正式见面有四天的时间了 坊间的八卦媒体更愿意将这个时间点总结为大S聚军夜洞房花烛夜第四天 那么,在这几天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呢? 外界非常关注,大S聚军夜二人时隔二十多年之后的再次见面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里发生了什么偶像剧的细节? 是见光死,还是略有失望,是平平淡淡,像旧有重逢 还是感情更加浓烈,形影不离 因为大S和聚军夜并没有公开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他们婚姻生活里的细节 而聚军夜又在七天的居家隔离状态中 很多他和老婆大S见面之后的边边角角的消息 都是由小S和台媒以及韩国媒体陆续报道出来的 不得不说,等来的首秀恩爱实在是让网友们停掉牙了 尽管大S和聚军夜如此秀恩爱 网上关于两人的传言还是没有断过 很多人质疑他们的婚姻能不能长久 刚开始一腔热血 直接把材料邮寄到聚军夜家,也要登记结婚 但结婚后,刚见面四天就原形毕露 直接提出四大条件,震惊所有人 网上流传出四大条件 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关注的登记结婚 按正常的情况来说 聚军夜与大S会面之后 两个人就应当在当地进行登记结婚 可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而且有网友爆料 大S这边暂时不打算在当地登记结婚 于是网上的留言四起 如此好面子的大S这次不登记结婚 也不举行婚礼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 难道是和聚军夜之间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就是不会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当地比较流行记者招待会 明星们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 都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当众宣布 但这次大S经纪人却回应 暂时不召开 第三点就是异国恋的问题 大S的儿子女儿还都在上学 母亲也在当地照顾他们的孩子 所以大S表示自己不会到聚军夜家住 据小S介绍 姐姐大S非常骄傲地告诉她 自从与老公见面之后 聚军夜的眼中就全都是她了 扔不下其他人 而聚军夜也特意感谢了小S录制的 模仿自己跳舞蹈的视频 还表扬小S跳得不错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一家人相处得确实挺和谐的 事实上 小S至今还没有正式拜见姐夫聚军夜 但关于接下来跟姐夫见面之后的一系列安排 小S可是早就摆上日程了 比如 她会先邀请姐夫到自己台北的豪宅里做客 她和老公徐亚军都会亲自下厨 同时 她还会带姐夫出去吃她最爱的麻辣锅 这个是聚军夜从韩国到台湾之后 一直心心念念的 她就好这一口 小S的姐妹桃们也早就摩拳擦掌 但不及想要验证一下大S这个充满魅力的韩国新老公了 毕竟跟大S成为姐妹桃的女明星们 基本上都是她那个年代的人 而她们 当时都是受过韩国库隆组合 这波寒流影响过的追星少女 台媒在报道大S和聚军夜洞房花竹夜之后的语调 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唱衰 不太看好他们的婚姻生活 报道的文字方向基本上是 大S不会跟随聚军夜去韩国定居 不会开新闻记者发布会介绍自己的老公 更加不会跟聚军夜在台湾省领证登记 这三个斩钉解体的不会 让人瞬间产生了大S 是不是对50多岁的新老公聚军夜有所不满呢 除了唱衰论以外 台湾媒体的另一个报道方向 则是曝光更多有关二人相处的细节 比如台湾记者就从韩国媒体那边挖到了不少料 韩国媒体早在今年1月份公开对聚军夜的相关报道中 有一张图片清晰地显示 聚军夜的无名纸上没有带任何东西 而到了现在台湾媒体突然发现 聚军夜的左手无名纸上 有一个纹成戒指形状的刺青纹身 记者们立刻穷摇式煽情附体 说这是聚军夜闻得永不掉色的婚戒 寓意着他对大S永不变心的爱 有很多粉丝看到这则报道后 纷纷留言感叹 大S终于忍到周年 邂逅到了他心中最浪漫的爱情 这个男人满足了大S心中的所有想象 事实上 我们在翻阅韩国媒体以往对聚军夜的报道的时候 会发现聚军夜并不是马宝男 他与母亲同住 是因为孝顺 私底下聚军夜这个人非常有魅力 毕业于韩国某大学艺术专业的他 在韩国国内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 也是一个策展人艺术家 他的画作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颜色饱满 对比冲突强烈 聚军夜还是个健身达人 即便到了五十多岁 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出去沿着汉江骑自行车 坐俯卧车等运动 聚军夜每天会留给自己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进行体育锻炼 保持自己的身材和体型 所以他身上肌肉线条的饱满 会引起小S连连赞叹 忍不住说他见姐夫的时候 要亲手摸一摸姐夫的肌肉到底是不是真的 而且聚军夜在韩国某综艺真人秀里 也曾发出感叹 称他自己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到底还要不要进行这样严苛的体育锻炼 有的时候他也会很困惑 在聚军夜的计划里 等到再过几年 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做严格的身材管理了 毕竟那样还是活得太累了 在时尚领域和DJ事业上 聚军夜在韩国国内做得更加风生水起 他在DJ领域的成就到底有多辉煌呢 几乎每年的万圣节 聚军夜都会受邀 特意飞去纽约 在当地最著名的夜场进行表演 而在韩国很多音乐节上 能够引领潮流的也是聚军夜 最知名的一场表演 发生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 彼时 聚军夜作为压轴表演嘉宾登场 他的DJ表演 引爆了全场蹦迪大合唱 场面相当震撼 聚军夜在时尚领域 也很有自己的见地 他经常会买一件衣服 现场就拿出画笔 在衣服上涂色 画图案 然后再穿上他拉风的皮衣 骑着摩托车 行进在韩国的车水马龙里 五十多岁的年纪 还做着偶像剧男主角的事 所以 像在无名纸上 闻婚戒这种事 确实也像是聚军夜能做得出来的 有人说 汪小飞更像是一个商人 他不见得能真正走进 大S徐希元的内心世界 而同在娱乐圈发展的明星 聚军夜不一样 他是一个温暖 善良 有责任感的人 当酷冷组合 将原来因为车祸截止之后 聚军夜对好兄弟不离不弃 宁可牺牲自己的事业 减少收入 也要跟好兄弟携手共进退 还有一个细节是 有一次聚军夜在演出中 舞台的架子突然倒了 他一个人撑住架子的重量 一直撑到最后 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 救出了不少人 因此 你会看到 大S妈妈黄春梅 最开始尽管生气女儿 大S不经她的同意 不跟她提前告知一声 就嫁给了韩国男人聚军夜 但在她的内心 不可否认的是 聚军夜是个非常有责任感 又讲义气的男人 不过我们在祝福聚军夜和大S 这对新婚夫妻生活幸福以外 似乎也能看到一个隐忧 那就是大S想走低调的路线 而她的新婚老公聚军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初婚的缘故 反而特别高调 夫妻在这个问题上 迥然不同的性格表现 会不会成为两个人 接下来婚姻生活里 隐藏的一个矛盾点呢 恐怕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破解了 请不吝点赞召唐